所以它這個梁可以搖起來 那第二塊就是說有關像現在台灣國內很多企業很重視所謂的CSR 那這一塊我們也在跟一些CSW就是在做一些規範或是在辦這些活動的單位溝通 看他能不能把有關綠電的這一塊的指標把它明確化 讓業者認為說我辦這個事情我在企業社會這邊這一塊就有一定的effort 那我們希望這件事情能夠勾在一起讓大家繼續去往這個地方努力 那我也是鼓勵大家就是說如果你們覺得綠電禮台的時候 你們可以歡迎你們來跟我們溝通 我們希望說能夠把制度修得更好 謝謝大家 那個民燈我想向你對我們安排一下環保署跟人員許的協調會 這一定要坐下來署長跟局長環保署長跟人員局長坐下來才能把它談起來 因為我們如果這個會期... 那個我去七月七上的阿華已經都快過了 那環保署就會比較有信心 不然你現在本來就是事案計畫 他那個都是廠商報的一個... 怕怕 那這邊綠電 關於綠電部分 因為我們台電算是執行那個能源局的這樣的試驗型的綠電計畫 所以說我發的所謂發的憑證 我們只是說我們有收到這樣綠電的一個部會 那我們就是有一個證明 類似一個證明 並不是說我台電就特別要做這個事情 這是因為配合政策來做的 這樣就是上個星期的協談會 就是人員局、環保署跟台電 還有我們經濟部 經濟部的相關的跟廠商工業局 我們不知道經濟部哪個局 就請經濟部資格來 我們趕快把他們的證明 好 我們來把他們寫 寫 你去負責破了 來 就是跟各位長官說 為什麼會有今天 再生能源聯盟跟負負負責會有這個活動 尤其是 比如說台灣在整個能源 未來民主化的那個想像裡面 其實還沒有比較有實際的那個模型 所以是想希望透過達龍馬克的這個案例 因為假設這個案例可以成功 而且對台電發展再生能源的那個 看起來也是非常漂亮 然後對能源局再推也會很漂亮 然後對人民會來講也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然後對 甚至對手感覺都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所以可以給台灣再推再生能源的朋友 有一個信心 一個嘗試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才請各位 就是請大家多多來支持這個案例 然後我覺得 我們就擺脫把他做來做好 我們就來了 好 謝謝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案例可以成為市會長官的政績這樣 可以啊 其實沒問題 對啊 實際上我是覺得事實上是一個好事 因為台灣人非常需要這方面 有成功的案例 來那個 對不起 那我們剩下三分鐘 是不是 如瓶好像說要送 對 他還沒有理解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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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那個 口榮 今天 今天辦事做的總經理 其實今天他就異呼為我們來分享 所以今天也有一個禮物要送給他 是那個 由那個 就是你這邊提供的這個 台灣媽祖與保育聯盟提供的白海村 這是才剛剛成為台灣特有亞種 的這種 剩下八十隻的這個白海村的這個行政店 是不是我們三個主辦單位 來看一下 那個IUCA 列為評為物種 非常整理 對 委員還有我們 但是女生聯盟 然後還有 然後 台安環 是 那個 台安環是哪位老師代表 我們跟三位一起 三個主辦單位 一起來 送給你 吃好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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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今天 吃吃好飯 做很好 吃吃好飯 這樣 先試試一下 很快 吃好 很快 這是 我的 meta erf 就是說 就是我們可以把大概700瓦的電轉成這樣 所以就是太陽的電子只有兩三天 好 那我們現在時間就五點了 那謝謝大家 非常非常有問題 那我相信 像是這樣子 如果自選國家主席 那你現在一起來 我相信這個電子啟發 自己的國家 就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不是台市台電 也不是台市專輸能源其他的電 而是我跟大家報告 我去調過資料 我們已經連續幾年了 我們國家從國外進口的能源 每年都花了台幣兩兆 把這個錢送到國外進口 如果我們台灣可以自體 代地實體產能源提高的話 那我們這些錢就可以把它留在台灣 好 那這個對我們國家財政不自然可以減輕 第二點呢 我們的這個 從國外進口的能源 高達百分之97以上 那對我而言能源 對現在國家就像是血液這麼重要 那我們高達百分97的能源 從國外進口這表示什麼 就像一個人 他百分之97的血液要靠別人 沒有辦法獨立生活的 獨立生存的 所以我認為說每增加一度 每增加一分一點的 這個再生能源對台灣而言 就表示台灣的國家安全能源安全 就得到多一點的保障 這就是我的心願 那感謝大家 非常辛苦的讓我展示 他的條例 我們在這麼多年來 執行跌跌撞撞 大家都人在這個路上 不離不棄 我相信大家心裡都非常清楚 我剛剛講的那些 我希望未來的路 越走越寬越光 謝謝大家 謝謝